胡大海看出张庆祖 心里的疑惑 孩子 话不说不知 目不钻不透 砂锅子不打 一辈子不露 别不说你能清楚吗 你先看看这封信 老胡说这话 把这封模仿的书信拿出来 递给宝枪架 张庆祖一看 是我爹的鼻涕 干爹 你先等等 我去找我奶奶去 孩子快去啊 张庆祖连蹿在跳 奶奶 娘 我爹来信了 可乐坏了 自从张九成走了以后 就没给家来过一封信 等来到内宅之中 他奶奶跟他娘一听 前方来了信了 可乐坏了 行走啊 快把信拿给我们看看 哎 我爹来信了 让我一个干爹给送来 哦 你又有个干爹 可不是 他自个告诉我 大概我爹的信里能写 张九成的母亲 把书信拿过来 风头撕掉 信然拽出来 展书一棍 老太太一看 那是大吃了一惊啊 那信上大致的意思写的是 老儿张九成 随着我老师陀陀 带兵五十万火炮二百门 攻打出州 十指望 惊奇指出大获全胜 谁知道 我们在出州外的伤兵损价 儿啊 也已看出形势来了 元朝不会长久 昏君元顺帝 也不能待几年了 现在弃暗投明 我保了西乌先王了 娘啊 您见着儿的信之后 迅速准备东西 到出州来咱们一家人团聚 宋书之人 姓胡叫胡子海 这人是我磕头的法兄弟 我们两人不分彼此 一拿他就当亲儿子那样对待 说娘啊 我投降的是 元朝还不清楚 希望你老人家 活速动身 以免夜长梦多 身遭不测 上写签 下坠着万 还卡着张九成的手戳 这老太太看了三遍 没瞅住这个信 是模仿的 连张九成的媳妇 在保江将张青主 这么些人看 也没看出毛病了 老太太看罢之后 媳妇 新主啊 你爹 他保了朱元璋了 你们看怎么办 张青主一听 奶奶 我爹做的对 早就应该 我恨透了 冤拿着了 哎 再者一说 我想当初挑脱脱的事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呢 早晚知道了 这就是个大病 我爹非担责任不可 既然是保了西乌 西安王了 那咱还怕什么 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 这就起身就得了 奶奶 你还犹豫什么 娘啊 快把东西收拾收拾 现在张九成不在家 张青主就算当家人了 他这么一说 一家人点头 马上收拾东西 什么桌子板弄了 箱子柜子都不要了 那有什么用 就带金言细软 老年人哪舍不得 摸摸这个 看看那子 什么也舍不得扔 张青主一说 奶奶 你要这玩意干什么呢 我爹保了西乌先王 就是开国的元勋 将来 什么没有啊 可是这玩意太贵腿了 什么都不要了 这里面归着东西 宝枪将张青主 二次转身 来自厅房 单说胡得海 胡得海这个心呢 就跳成一个个 蹦 心里之犯嘀咕咕 哎呀 徐达呀 你损透了 模仿张九成的笔体 互动人家啊 叫我胡得海 瞪眼 胡白乎 谁人的这心 人家能看出毛病来不 要看出毛病了 回了一个瞪眼 你来骗我们了 要你的命 我这大黑脑 这个就没了 吃什么都不香的 呃 胡得海正担心 但是一看张青主回来 那五官帽像那样 不带着发现的衣服 老胡这心就放弃了 好 你奶奶看着心了 看了 我娘都看了 您真是我干爹 爹 现在我们就收拾东西 咱马上就走 对 好孩子 兵贵乎神速 夜长梦多呀 你说什么时候走好 就今天 趁着天还没关城以前 咱就走 对对对对对 孩子 咱们要出城 你估计能遇上麻烦吗 嗯 不会 要遇上麻烦 有我呢 与您没有关系 那好孩子 快收拾 胡得海也帮着收拾 还不能内生双世 飞出四水关 和里面正在收拾的时候 回来了 门上的人 撒脚如飞 跑进来 砰 到少爷 可了不得了 这四水关的大都督 黑茶尔 来了 领着不少的军队 非要见你不可 咱们 老枪大将是颜色变更 看了 看 胡得海 老胡也吓了一跳 心说这消息走路的太快了 我也没对别人说 怎么玩打子来呢 当时谁也没说话 最后张星祖问胡得海 您看这事怎么办 孩子 看这意思不让他进来还不行了 一定有人告了密了 这么大 你去 把他请进来 当断不断 避留祸怪 我呀 就采取激烈的手段 给他个颜色看看 那 你咱们怎么办 你就甭管了 你就把他让进厅房 你快去 张星祖不便多问 把衣服收拾收拾到了院里 命令把车辆 全赶到跨院 把箱子座全都搬走 吻了吻心神 这才放大门这 开门 自明灵灵灌 大门往左右一分 张星祖往外敌看 可不是 就见黑茶脸的一个家伙 面带凶器 两个眼睛瘦瘦放光 上一眼下一眼 看看包香枪 嗯 少侯爷在啊 我在 都都 您来了有事吗 有事 实不相瞒呢 方才我正在都都府 听人向我报告 说你的府上来了个人 这个人现在何处 我要见上一见 没他事 大概您听错了 不会 有人跟我说的千真万确 张星祖一听 好吧 你自己送到门上来 就羞怪我们 看来不下手是不行的 都都 既然不相信 您就忘离挺 好 天 说这小子耳朵怎么这么长啊 不是 这得说当时啊 元顺帝 对于天下的汉人 包括这些当官的 都不放心 不管是周城府县 都派些元人 也就是蒙古人 在这当监军 监管着汉人的一举一动 你别看张九成 官拜四水欧 官可不晓 也受蒙古人的监督 家里面出来进去的人 一举一动 这个监军肚子里都有数 胡大海这一进四水关 刚到宝枪将张青组的府门 就被这戏作发现了 马上飞爆黑刹 这小子最近呢 接到元顺帝 一封书信 告诉他严密监督 特别是朱元璋 在楚州这一闹市 天下的汉人都不可靠 让他住这个义 一旦出了事情 他担不起责任 要不怎么他就来了呢 到底谁到张九成家来了 这人是哪儿的 来龙去脉 得得弄清楚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 来的这个胡大海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手狠心黑 做事果断 黑塔尔挺着胸 刚一进厅房 老胡正在门后的呆着 手中提着三尺方身宝剑 黑塔尔刚忘了一个脉物 老胡就吓了家伙 你再一次 这医保健扎那个扣熏凉 黑塔尔叹叫一声 摔倒在地 保强将张兴祖随后进来的 你看 先说我这干爹真厉害呀 够狠的 老人家 下一步怎么办 孩子 别怕 这小的带多少人来的 门前还有十五六个 哎 去去去 走脚进来 一个别胜 全包围玩 当断不断 避流后患 听见没 那 我怎么说 哎呀 这不在嘴边的话吗 你就说他们都督 叫他们有势商议 都让进来 把门一关 不就妥了吗 好 按照胡大海的吩咐 张兴祖就这么办了 拜着这些当亲兵的 也没想到 进来吧 刚走到院里 大门紧闭 当兵的发现 这里头有毛病 但是已经晚了 以胡大海 张兴祖为首 各拽出家伙 亲手咔嚓 咔嚓 咔嚓 咔 一眨眼的功夫 一个没剩 全报销 杀完了 胡大海就知道 夜长的梦多呀 还啥 快快离开湖口 不能久待了 张兴祖到里边 跟奶奶母亲送了信 一家人把东西拾就好了 全都上了车 开开后脚门 就冲出 四水关 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暴露 原人和当兵的也没发掘 所以没人追 城门这也没人拦着 但是呢 常这些人出来 还不到五里面 突然提醒后面 跟开了窝了一样 张兴祖 张兴祖立马哼响 回头关销 再看春头大起 骑兵追上来 保强大将这脸就变啥了 干爹 坏 有人可以论 是吗 老胡回头看 真来了 孩子你看怎么办 干爹 您保护家眷 先行一步 如海尔在此断号 好了 你可注意啊 你一个人人担事 孤行吗 要不去 我帮帮你妈 孤 您保护家眷先走 到现在没有别的主意啊 胡大海保护车辆先行 就留下保护枪将张兴祖 张兴祖心里说话 看着没 一场血战 等着 攒着劲儿在这等着 时间不大 追兵就到了 也就在三千人八左右 一室都是骑兵 正中央大骑高挑 为首又一文老将 这一文老将军 头顶亮眼窥 体挂亮眼甲 外照素握袍 跨下吧 掌中一对双枪 两杆枪四个枪尖 此人身的面如银盆 也就在五十岁左右 精神抖操啊 张兴祖一看来 这人认识 是自己的父亲 张九成的好朋友 外人送号双枪大将 姓顾 叫顾振远 原来是四水关的祖兵关 顾振远怎么来的呢 得着报告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死那二十来口子 能说不被人发掘吗 有找黑塔尔的人 到了四水侯府一看 满地是死尸 活的人一个都没 就知道出事了 马上报告总兵大人 顾振远大吃一惊啊 亲自过谷 雁看 你手可不真的吗 这玩意儿蒙古监军死了 向皇上没法交代啊 就明白 张兴祖被判了 因此领兵带队 追出四水关 再次相遇 他一看张兴祖 一个人在这儿等着 顾振远这才把马皮带住 咦咦 庆祖 哪里去 张兴祖知道 顾振远跟爹有交情 但是又一想 那是私人的事 今天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 动手吗 不 看在爹的份上 还是先说几句非好 能把他劝走了 比什么劝强 实在不听两言相劝 再动手也不违反 张兴祖想到这儿 咯咙一抬腿 把大枪挂着 双手一抱 对面 来的可是伯父 顾振远 啊 是我呀 孩子 你遇下何王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伯父 明人不做暗示 有什么 咱说什么 我爹张九成 弃暗投明 已经保了西吴贤王 派人到四水关 给我送了信 让我奶奶跟我娘 我们一家人 到出州一家相见 这不是我们搬家吗 临走走的荒素 也没跟老婆告死 当然了 跟您说也不方便 哎 就是这么回事 随时 随时他刚要走 黑塘尔这小子去了 他是自己找死 鼻子之而没有办法 不得不要了他的命 伯父 你领兵来追我 大概 打算叫我打官司 这不是 幸福啊 想不到你们父子 背叛天子 投降了朱元璋 身犯不赦之罪 咱们的交情 搁到旁边 先以国事为重 现在咱们就是仇敌了 我不得不以公至公 星祖 你伯父可对不起你 你爹不在 你可走不了 顾振远说到这 把双枪轮起来 直奔张兴祖 就下了死手 张兴祖把马 往旁边一搏 躲过去 双枪一到 张兴祖又一搏 马又躲开来 连着就让了三招 顾振远就问 张兴祖 任何不还手 伯父 我可不是怕你 不还手有个原因 第一 你跟我爹有交情 我爹管你叫哥哥 我管你叫老伯 跟你不念情面 我不能不念 因此让您一招 二呢 我们这次家眷离开四水关 您这么大年纪 还送出五六里地 我挺感谢的 让您第二招 第三招 老伯 咱们一笔写不出俩陆林的 全都是一个祖师爷 因此我让您第三招 有那么句话 让一让二 可不能让三让四 您要仗着你有能力 仗着你是本地的总兵官 那还讲不了对不起 再要伸手 指而我要 咳 咳 张行祖乐乐呵呵气人 说着话 跟 摘一些八宝 脱银香 啪啦就一道闪电 把顾剑远气了 哇 少说废话 当下 三条巷 两个人 站在里处 但他们越打 离着后边的军队 是越远 张行祖没想到 顾镇远 打着打着 滴滴的声音 孩儿啊 伯父有话对你说 你跟我到树林里来 哎哎 张行祖已经有事 心中是半信半疑 正在这时候 就见双枪将顾镇远 虚晃一枪手 拨马就走 离着伊里来地 有个小树林 顾镇远的马就进去了 张行祖织的有事 排马摇枪起 还一追进树林 这阵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就将顾镇远 甩凳立安 跳起坐地 出枪拴马 在那等着 张行祖一看人家 好像没有什么坏心 这才也下马出枪 伯父 你有话说吗 还有 一切停留